小心 放开他 放开发 你干什么 放开发 你干什么 别闹事 我告诉你 上次砸我们的店 还打我们的人 这次 又把我绑了 方总管 总得让我出口气 这个事 才可以商量吧 好 你说 你想怎样 你靠近点 我告诉你 你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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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可芳呢 不能道啊 放他两个屁 我刚才竟然看到他 带一个小姑娘到这儿来 我告诉你们 王可芳 咱们顺田车行 绝不能有这种 奸淫少女的事知道吗 是 王可芳 王可芳 方桐 少爷 你帮李秀秀干什么 我爸更没告诉你 长发车行和顺田车行的事 你别管 你背着我爸这是干什么的 掌柜的 李长发和杜东阁来了 你们老板呢 叫你们老板出来 小胡子 你给我出来 你这么多大男人 你绑架一个小姑娘 你算什么本事 你说你们要钱 他李长发不就一个破车行吗 要四 这 这李秀秀 没长成什么样啊 你说什么呢 这 方桐 怎么好事都有你 绑架小姑娘 你算什么本事 要打要杀 明智来 谁怕谁啊 不是 方爷 我瞧瞧您了 您放了秀秀吧 我这儿党头真叫你女儿 你别给我吐吐吐 一边去 李长发 我跟你说过 三天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你卖了车行 我就放给闺女儿 不是 方爷 这不 不是 今天不是第三天吗 不是 这天还没过完呢吗 不是 你说 秀秀秀 爹 秀秀 爹 没事吧 你没事吧 龙少庆 没事 你大老爷爷 绑架小姑娘 你算什么本事 你要钱 你可以绑架李长发 我看你就是个贵孙子 杜东哥 在上海 老子爱绑谁绑谁 你管得了吗 胡掌柜 哎 少爷 把他耳朵割了 嘴也封起来 老子行账旧账一起算了 给我绑了 给我打 胡掌警 是 蛄 老子 哎 你 我 不是 是 你 爹 你没事吧 叶鸣 我带你离开 我不想离开 叶鸣 你听我说 我放手 把枪放下 叶鸣 你让开 把枪放下 叶鸣 你是要帮他挡子弹吗 你是要帮他挡子弹吗 有本事 就开枪 都给我滚 都给我滚 快 快走 走啊 走走 好 疼 你打 你打我干嘛呀 你个死冬瓜 你敢说我丑 我 我要不是着急救你 我能说你丑吗 我又不嫌你丑 来来来来 轻点 轻点 卢大小姐 您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今天要不是您 那秀秀怎么能平安无事呢 老爹 您别这么客气 我 我也不是什么大小姐 早知道您是三爷的姑娘 我们何必这么担惊害怕呢 陆小姐 以后长发车行的大门 为您敞着 随时欢迎您来 您走在大街上 长发车行的车 只要您一挥手 无论远近 蹦子而不收 老爹 老爹 陆老师忙了一天了 也累了 是啊 天色不早了 我先走了 好 慢走啊 陆老师 谢谢您 别客气 您好好休息 燕明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走走 那你一个人 路上小心啊 把枪端好 端好 我问你 少卿举着枪使 燕明果真站在枪口前 你叶龙他们挡过子弹 是 你明明知道我对燕明多么的重视 我一直让他接受我 我一直希望他回到我的身边 我不惜一切代价 你呢 你背着我绑走了黎秀秀 你不是故意拆我的台吗 老爷 我是有错 错在我擅作主张 可我也没有错 老爷您心里明白 我这是固权大局 老爷子 您答应大小姐放过长发车行 那是您言而有信 可我不必守这个承诺 小姐要怪罪 只会怪罪到我的头上 如果你放弃了长发车行 就等于把英法租界三不管的地方拱手让给了武天行 那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小姐 小姐 是您的女儿 你们是妇女相连骨肉相连 再大的误会都割舍不断的 如果你要是起了仁义之心 放弃了长发车行 那丢的 是你千辛万苦打下来的江山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了 你打算怎么收拾残局啊 伏地抽薪 说清楚点 三爷 三爷 那三不管的地方 是大家都想争的 你要尽快下手得到 不止得到那块地 更要把咱们的势力范围 扩大到英法租界 以后的生意 就由他做了 若是咱们就此收手 那岂不是便宜了那个武天行 助长了他的嚣张企业 再说吧 长发车行的李长发 他也不颠了自己几斤几两 就在咱们面前 玩那种预榜相争 渔翁得利的把戏 那以您的意思呢 老爷 上次开会你不是说了吗 作而言 不如起而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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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